春天到了 你看一片立意 原本这些都是冰天写地了 到冬天 你看现在看过去 一片都是翠绿的 加上这些野花也都开了 所以看起来真的 让人觉得很生气盎然 一年之际再以春 所以春天 永远都是让我们 精神最抖手的时候 你看沿途 你看粒油油的一片 那我们看到 我们要去道成雅丁 这个整个山路 那我们第一站 来到这个地方 就是四谷两山 其中的一个景区 那我们不可能 每一个景区都排 那我们也看到 这个路上 就是它的植被 包括这些 山上的岩石 都特别的漂亮 那像我拿着摄影机 他就会跟我讲 快点快点 阿丹阿来这家 哇 那我们现在要进景区了 帅哥美女 赞不赞 赞 好神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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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来快点 特写笑一个 来特写 来特写哦 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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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他们当地他们藏民的传说 这是四个很漂亮的古人的化新 所以因为这样而得名所谓叫做四孤梁山 那四孤梁山是在四川省阿坝州羌族自治区 我想大家都不陌生 这里就是小金县跟汶川县的交界处 也就是当时地震最严重的地方 那这里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 就是这边就是熊猫的保护区 熊猫的栖息地 那我们今天四孤梁山在这边可以说 称之为鼠山皇后 鼠就是四川的简称 就是四川这些山最漂亮的 就是四孤梁山皇后 就是很漂亮的艺术 能够当皇后当然就是很漂亮 所以说四孤梁山有鼠山皇后这个美名 其实我们从成都 然后还是会经过都江苑 就是我们走的路线 就有一些就是我们之前去九寨沟 大家都知道九寨沟 大家也都去过了 现在想要去也不可能了 所以我们现在来到双桥沟景区 也就是四孤梁山其中一个非常漂亮 进来一样要坐他们的环保车 我们的游览车放在外面 然后进来要坐他们的环保车 然后一路真的是风光秀丽 那这里进来其实有好多景点可以看 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的景点 沿途可以看到阴阳谷 然后我们还可以眼眺 看到五色山 现在我们就是要再碰印气了 看到后面的山 如果你看后面大雾笼罩着 我们就会看不到 还有这里还有日夜宝镜 还有人参果瓶 还有沙吉林 还有盆景滩 吉林建道 布达拉风 还有这边我们看到的这些山树 都是非常有名的红山林 这里还有猎人峰 牛棚子 牛心山 你看四姑娘 让你们看看这四姑娘 这个四姑娘山来 不是不是 这是我们这团的四姑娘 四姑娘大美女 因为特别给她拍一个镜头 他们好勇敢 你知道阿娇几岁了吗 阿娇我把你讲出几岁来 会对不起你 阿娇八十几岁了 她来到道成雅丁 高三对她来讲都是OK的 都没有问题 因为双桥沟这个地方 三千两百 照理讲到三千两千四百以上 到三千二可能大家开始都会有高三反应的 但是我们这团咬起来一千三百多岁 真的是涌北了 涌五了 这些山因为刚刚下过雨 多热过雨 所以我们看都很清脆 而且这边的山都非常的漂亮 来到四姑娘山 双桥沟这边 我们在看的还是大山大水 这里的景色是真的是非常的优美 让人自身在里面感觉很幽静 然后努力的吸收奋斗金 你看他们这些花开了 还有新的叶子都长出来了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漂亮的 不知道怎么形容 所以我会把最漂亮的拍给我们观众看 有时候真的有一些特写镜头 这些森林真的还是春天 还是有它很美的地方 当然春秋都是美 春秋都是美 其实道成雅丁一年四季来看都很漂亮 但是我觉得春天来人比较少 你看这里就是冷山跟银山林的一个群落 这里就是在双桥沟里面专门种冷山 冷山和分山两种 所以这里都是这个 这些木头都是非常珍贵的 然后等一下我们还会经过很多很漂亮的景色 像我们也会看到 写足强缓 还有松懈彩翼 龙棚子 慢慢在这边 等一下我们应该会看到五色山 刚刚下过大雨 所以水流很穿急 而且这边的湖也很漂亮 那当然来这里最主要就是看 能不能欣赏到我们真正的四孤梁山 好像山上快点跑出来 哇 雾又盖住了 那只有拍这些野花 美丽的野花 你看小野花 这是春天最漂亮的 春天 花都开了 有很多人爱花 爱春天 有很多人爱秋天 那我们是不是秋天还要再来一次呢 事实上每一次都有不一样的景色 但是来到道成雅丁 不用担心高山反应 从我们这个一千三百多岁 都能够上到海拔五千 都叫做来六五 大家都没问题 这是回来这么说 现在已经大家都回来到家了 这么说 买去都不敢说 心里还是有一点紧张 那这我们现在看到的 就是双桥沟里面山上的景色 越来越漂亮 今天只是第二天而已 后面还有更漂亮 要慢慢的欣赏 慢慢等待 我们等着车 来看这里 看这里 我们在等车 车子马上就来了 叫你们第一名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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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用它 一 二 三 四 四 五 八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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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